大家好 我是盈盈 今天早上一醒來 我黃馬就變綠了 昨天晚上 科川報告已經出來幾個小時之後 它都是黃的 萬萬沒想到 所以也有今天出行是自由的 什麼公交車 什麼地鐵都可以乘的 我今天想吃豬大腸了 大家還記得我以前吃大腸麵嗎 上面厚厚一層 大腸焦頭 那個很實惠的 所以我今天就去那了 聽說老店搬了 搬到啥地方 還不知道 一會打電話我問一下 這裡成了網紅打卡的地方了 網紅紅我不清楚 反正誰過來誰在這裏拍照 從地鐵 今天是禮拜天 這時間段人還少一些 每隔一段時間 這地方就有很大的變化 好像是這邊的房子 就唯一剩下的那麼 兩個老小區也要拆了 以後想看市井生活 還看不到了 就在這種黃金地段 老小區沒了 大腸面塊搬走了 我也聽說搬走了 他現在這樣都封上了 在造州路這邊 這門面換了 沒有以前那種感覺了 以前是真正的昌映館子 桌子上黏黏乎乎的 那筷子我每次都不想用 每次來這兒沒帶一次性懷子都後悔 就這兒 是老闆的頭像在上面 還這麼多人 一碗大腸面 有拌的吧 有 有拌的嗎 有 有拌的 大腸面上來了 我這次要的是拌麵 上次看的幾個 姐姐們吃的都是拌麵 上面一層大腸 朋友們摊白了 來就是吃大腸的 不說想大腸了 看上面一層焦頭 我全是大腸 這回我要的是拌麵 以往我都是要拌麵 有一次 有幾個是當地的 接上來吃的 他們就要的拌麵 所以我也想試一下 哇 好胖 幫你給我說件事 可是有味兒來的 這豬大腸 必須得配白酒 真是期待 這是 離開我很長時間的小酒 這小姑娘 我看到你 她看到你 她是沒看到你 她是沒看到你 她是在外面 好食物 對的 好多時間沒來了 走來腸白 對 這是回來了 這是回來了才來的 好多香 我每次在外面吃飯 都是趕在不是飯點的時候 你看這店下午三點來就還這麼多人 剛剛左邊那個鍋 後面那個鍋剛走 我開飯了 把這個大腸和麵拌勻 這麵燙了 有嚼勁 要在麵那種口感 硬硬的 先來口大腸 收不了 就鏟這口了 沒什麼異味 甜甜的 醬油味 就是那種上海的口味 看這酒鍋上面 記得我的名字 丟了也能找得到 這個是我從老家帶回來的 60度的純粱小燒 喝一口 那叫一個穿褲子 但是它有回甘子 就感覺喝完之後 熬了火燒火了的 喝點甜 不開車也不開車的好處 這是我酒壺都磨的不像樣子 上面印了我的名字 它這都是劃痕的 這裡裝的是四兩酒 還多少酒 我得忘了 應該是四兩了 來一口麵 我很期待這味道 因為我想吃蔥油拌麵了 每次我吃大腸的時候 都被你們看見了 所以當你們沒看見我吃大腸的時候 說明我真沒吃 吃大腸得閒 得纏你們 今天很香 有點類似蔥油拌麵的感覺 大家跟叔叔說了 好 放點辣椒油 這湯家辣椒醬還挺辣的 嘴底的 但是鹽 也少看這辣椒油 超級屋裡的辣 上次我放了兩勺 我一個能吃辣的人給我燜住 一點點月月浴室吧 你嘗這一塊 還是放辣椒好吃 現在要是想在上海找個昌陽館了 那是男生加男的 這可是幾十年的昌陽館 現在變環境了 在吃還是原來的味道 環境不一樣 寬敞了 亮了 不會擠來擠去 還是大腸中間帶點油脂 我的手是很帥的 不許噴我 帶點油脂的香 我實際上感覺 反正我感覺 我感覺會很大 還挺刺膏 燙了 感覺 這麵看起來也平淡無錫了 也沒有綠的 也沒有什麼顏色 但是吃起來還是可以 你要說有多麼好吃嗎 我覺得味道可以 你要說有多麼好吃 但是它實惠 在上海的地方 有的乾豆大包 一份大腸 八十一份 像我 麵上這些焦糖 足夠我吃的 放了辣椒 大腸 其實我就想吃這口 喜歡吃的人 就跟喜歡吃榴槤是一樣的 做酒的香 解開了 還下酒 那種喝多了 好當睡沒喝酒 放了酒 他們的一樣 這兩顆底部麵的小姐姐 對你小姐姐 一碗大腸麵 加點鹹菜 一碗餡更光了 我這還剩半碗 但是我品的是味道 我出來做飲 原來我們女生也有很能吃的 以前我覺得我的時候現在碰到對手了 撐住我 哎呦撐住我 謝謝 我這兒拍視頻 不好意思 還沒裝修 還沒裝修 暫時不想付 我先出去拍視頻 好 好 碰到咱家網友了 還有這一天 其實我昨天也碰見咱網友了 不好意思了 當時這家電視怎麼引起我注意的呢 就是因為他上了新聞了 說英國的一個記者過來採訪 但是因為當時的麵館面積不大 在家人多 人家招待客人還來不及呢 他這拿個攝像機又來幾個人 你下次把麵門口給堵住了 人老闆生氣了 老闆就給轟出去了 就毫不客氣的 我也不在乎你要不要幫我宣傳 你不幫我宣傳 我也招要人多 反正我就是一個小麵館 東西也便宜 反正就是那種態度 反正你不需要你宣傳 就給轟走了 這麼以後 大夥都開始關注這麵館了 然後我也看到這麵館 然後我就來吃 我也好奇 一過來一看 這麼多大腸 可以嗎 在上海吃大腸 不要自己錯了 不用自己買了 就過來解個餐 挺好的 還能感受那氣氛 來了這麵館 我才發現喜歡吃豬大腸人太多太多了 就讓它吐嚕吐嚕吃麵 然後吃大腸可香了 吃的吃完之後美美的就走了 吃的還快 還有好多是打包的 我不在外面晃的了 本來想拍拍環海豬上美女的 我發現天也冷了 大夥穿的也多了 這美女不容易被看出來 我就回去了 再說一出門總容易碰到咱家網友 我害羞 主要是碰到網友 不能我說啥